民族情怀 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1号 农历人年8月26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党的18大以来 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情况举行发布会 中央台办副主任陈远峰 介绍了十年来对台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光荣伟业 王毅在美会见基金阁 称中美之间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 台退休警察团体发动请愿活动 呼吁枪决杀紧死刑犯 TVBS新闻台或被移除黄金频道 又分析称下架中天新闻台的戏码重演 京台医疗大健康产业合作论坛 在京成功举办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9月21号上午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党的18大以来 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情况 举行发布会 中央台办副主任陈远峰 介绍了10年来对台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 以及带给我们的重要歧视 党的18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权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 全面推进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台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和重大政策主张 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 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提供了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理 10年中 两岸政治交往取得历史性突破 我们推动实现1949年以来 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直接对话沟通 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 成为两岸关系发展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在共同政治基础上 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 两部门负责人实现互访开通热线 10年中 两岸对话协商形成新局面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两岸政党党级交流 与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人士 就两岸关系与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 达成多项共识并发表共同倡议 与台湾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10年来 在大陆台胞逐步享受同等待遇和发展机遇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践行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以两岸同胞扶植为依规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保障台湾同胞扶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实行卡式台胞证 实现福建向金门供水 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 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 提供同等待遇 持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10年来 两岸贸易和台商对大陆投资显著增长 2011年 两岸贸易额为1600.3亿美元 2021年 两岸贸易额增至3283.4亿美元 10年间翻了一番 截至2011年 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8万5772个 到2021年底 台商投资大陆项目累计达到12万4142个 10年间增长44.7% 大陆稳居台湾地区最大出口市场 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台商岛外投资第一大目的地 10年来 两岸人员往来和各界交流持续扩大 我们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排除台独分裂势力干扰阻挠 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走深走实 举办海峡论坛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海峡青年论坛等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 保持了两岸同胞交流合作的发展态势 2011年 两岸人员往来 710万人次 其中 台湾同胞来大陆 526万人次 2019年 两岸人员往来 约900万人次 其中 台湾同胞来大陆 超过600万人次 近三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线上交流成为两岸同胞交流互动的主要形式 台湾各界实际参与人数和线上可及人数屡创新高 十年来 反独促统大势不断增强 我们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有力震慑台独分裂势力 妥善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 巩固发展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 过去十年 对台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是在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重要论述基础上取得的 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历程充分表明 对台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做到两个维护 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必须坚定反对台独分裂 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必须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必须坚持将解决台湾问题 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筹谋划 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必须坚持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 始终致力于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积极推动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 必须坚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同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企图阻挡祖国统一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广泛调动一切有利于反毒促统的积极因素 共同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伟业 当前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时代背景下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面临着新的形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统一的时、势、意始终在祖国大陆这一边 新时代 我们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力量更强 实现祖国统一的意志和决心更加坚定 任何势力的阻挠破坏都无法改变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 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 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本网今天发表两岸快评文章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情况充分证明 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善意和两岸一家亲的情感始终是真诚的 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工作始终在积极和有条不紊的进行 回顾十年来对台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 无论是两岸政治交往、对话协商、在路台胞待遇、经贸和人员往来 还是反独促统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 给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充分说明两岸合则两利、合则双赢 同时也充分表明了我们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必胜信心 反对台独分裂及外来干涉的坚定决心 和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不便出行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尽管当前台海形势严峻复杂、面临多重挑战 但统一的实、势、意始终在祖国大陆这一边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台湾同胞福祉细于民族复兴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与大陆人民携手努力 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为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动 当地时间9月19号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商会代表成员进行座谈交流 并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王毅强调 中美之间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 否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 请看详细报道 王毅指出 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 是值得总结经验重整形状再出发的重要年份 针对当前中美关系前景中的确定性越来越少 不确定性越来越多 王毅阐述了中国的五个确定性 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前景是确定的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确定的 三是中国对美政策是确定的 四是中国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是确定的 五是中国同美方开展多边协调的意愿是确定的 王毅还表示 历史已经必将继续证明 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 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为此必须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尤其是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 王毅表示 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 中美应该认真总结好50年交往的友谊经验 中国对美政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 但美方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 执意把中国视作最主要对手和长期挑战 一些人甚至把中美交往成功的故事描绘成失败的叙事 这既不尊重历史也不尊重自己 王毅敦促美方应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正轨 维护好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王毅还强调 当务之急是妥善管控台湾问题 否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 中国有句老话 宁师千军不丢寸土 这就是中国人的意志和决心 如果触犯反分裂国家法 中方必将依法采取坚决行动 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美方就应认认真真回归一个中国本意 明明白白反对和制止台独 来关注岛内新闻 9月20号下午 因不满警察出生入死 福利与退休金却被重砍 以及历年来杀害警察的死刑犯 未被执行等现状 台退休警察人员协会 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请愿活动 提杀警死刑定验者 应被执行枪决等三项诉求 请看详细报道 不到下午两点 已有近300名退休警察聚集整队 叙事待发 现场可见 张化县退警协会 警察大学第57第二队同学会 退警协会 基隆市云林县等各区旗帜 据估计 有超过3000名退休警察 参与此次请愿活动 退休警察人员协会总会长 前花莲县警察局长 耿济文受访时表示 请愿主要有三项诉求 一是争取修改相关条文 对杀害伤害警察罪行 应加重刑则二分之一 二是历年来杀害警察的死刑犯 应被执行死刑 三是年金改革 已有四年 当局应考虑警察工作特殊性 单独检讨警察退休金制度 8月22号台南市发生一起严重的夺枪杀警案 造成两名警察死亡 尽管凶贤在案发17个小时后就被擒获 但该案仍震动台湾社会 引发岛内各方对社会治安现状 监狱管理以及死刑等话题的激烈讨论 至今仍余波荡漾 日前有台媒报道称 台湾第三大有线电视系统 台湾宽频通讯 上月底向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也就是NCC提出移频申请 将把55频道TVBS新闻台换成静电视 有分析认为 此举无异于重演下架中天新闻台戏码 岛内舆论痛批 民进党当局此举目的就是前置媒体打击异己 请看详细报道 据了解 岛内新闻台频道所在的49频道至58频道 一向被视为所有品位的黄金地段 TVBS一旦被移频 基本等同于直接下架 而黄金地段就只剩下一电视 年代 三立 东森电视 华视 以及最老牌的绿媒民视 若加上取而代之的 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静电视 岛内新闻频道将是一片绿油油 有台湾媒体人撰文分析 在选举前有此大动作 有如2020选后中天52频道被NCC强制要求下架 让系统各线市有线电业者改选华视有线频道取代一般 根据收视习惯与能见度 TVBS如被强制移频 等同被宣判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 系统业者刚刚提出移频申请 NCC就已经行动起来 芒不迭将此案下发到岛内县市政府征询意见 仿佛换频道一事已经板上钉钉 面对突如其来的逐客令 TVBS方面表示错愕 并强调日前已拜访NCC严正表达不同意一批要求 其他相关揣测均不予回应 其代理商中加全球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在19号回应指出 NCC已排定议程讨论 后续将一主管机关的决议为主 由岛内民意代表痛批 自从中天新闻被撤照后 NCC的公信力就大受质疑 这次事件发展如何 大众都会仔细监督 最后再来看一条融融关系列新闻快讯 京台医疗大健康产业合作论坛 于9月20日在北京举办 本次活动由两岸企业家峰会生技小组主办 美亚生物科技集团等单位承办 来自两岸杰出代表、科学家、专家教授齐聚一堂 先后进行相关话题的主旨演讲和圆桌对话 本届京台医疗大健康产业合作论坛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共同构陷卫生健康共同体 推动两岸医疗大健康融合创新发展 与会专家从干细胞大健康的角度切入 共化两岸健康产业 两岸生物科技融合发展 我们两岸合作最深度的 而且最有成果的就是骨髓遗址 像我们这样子设备非常完善的 细胞的实验室、科研中心 我们都可以做好一系列工作的这种对接 然后携手将往前去推进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两岸的交流前景无限 而且几十年的合作 特别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合作 我们也越来越深入 人员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多 包括技术方面的这种交流也越来越多 我们这个关乎着中华民族的大健康 中国人的大健康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